马中建交将会在明年迈入50周年之际 迎来了一项好消息 自12月1号到明年的11月30号期间 持有普通护照的大马人 如果到中国经商 旅游观光或探亲访友 过境不超过15天将可以免签证入境 根据中国驻马大使馆网站发布的 关于马来西亚公民复华签证政策调整的通知 不符合免签试由实现的人员 依然需要在入境前办妥前往中国的签证 至于较早前已经获发中国签证的大马人 他们所持有的签证将持续有效 而已经受理的签证申请也将正常审发 民众如果有疑问 受促联系吉隆坡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 先制作与火签证申请 Ciao